22. 生态适应随着人类在火星的定居 适应这个全新星球的生态环境成为了一项紧迫的任务 火星的极端气候 稀薄的大气和辐射水平都与地球截然不同 要求人类发展出一套全新的生活方式和技术来适应这些条件 A. 火星环境的挑战火星的环境给人类带来了多方面的挑战 首先 火星的大气成分主要是二氧化碳 几乎没有氧气 因此人类无法在火星表面直接呼吸 其次 火星的温度变化极大 从极端的寒冷到相对温度 这要求居住环境有良好的温度调节系统 再加上火星表面的辐射水平高于地球 人类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来保护自己不受辐射伤害 B. 建立生态系统为了在火星上生存 基地建设团队设计和建立了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 这个系统包括高效的空气净化和循环系统 能够从火星的环境中提取氧气并处理二氧化碳 同时 该系统还包括了温度控制和水循环利用系统 确保了居住舱的舒适和资源的高效利用 C. 食物生产 食物生产是另一个重要的挑战 基地内部设立了特殊的农业区域 用水平和气培技术 结合人工光源 种植蔬菜和水果 这些植物不仅提供食物 还参与到生态系统中的氧气生产和二氧化碳处理中 第一 适应辐射为了应对火星表面的辐射 基地的建筑设计考虑了辐射防护 居住区和关键设施都使用了特殊材料和结构 以最大限度减少辐射的影响 此外 基地的居民在进行户外活动时 都配备了专门设计的防护服装 一 健康与适应在生理上 人类必须适应火星低重力的环境 这种环境可能对骨骼和肌肉带来负面影响 为此 基地设立了健身中心和医疗实施 提供定期的身体锻炼计划和健康检查 以保持居民的身体健康 心理适应除了生理上的适应 心理适应也非常重要 长期居住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 远离地球可能会引发孤独感和交流 心理辅导团队为居民提供咨询服务 帮助他们处理心理上的适应问题 同时 举办社交活动和文化交流 增强社区的凝聚力 缓解心理压力 之一 环境保护意识在适应火星的同时 人类也在学习如何保护这个新世界的脆弱环境 科学家们研究火星的生态系统 以避免对其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环保意识被视为基地文化的重要部分 确保人类活动对火星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H 持续探索在适应和生存的过程中 科学家们继续对火星进行探索研究 他们研究火星的地质结构 气候变化和可能存在的微生物生命 以深入了解这个红色星球的奥秘 通过这些努力 人类不仅在火星上找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也在与这个新世界和谐共处的过程中学 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火星基地成为了人类适应 和探索外星球环境的一个典范 为未来的星际旅行和定居 提供了宝贵的知识和经验